中文字幕 李宗盛 棒手 怎样? 要带我去吃什么好料? 我要带你去吃那个出名的鸡饭 到了你就知道了 哦 还败关子 好 我要介绍你的当出名的鸡饭 今天这点点是你们包街 所以那些老神爹喜欢来做的地方 他们来吃鸡饭顺便交换什么消息新闻 那还离关了 那还离关了 他这些是在二战之前的时候就开了的 到了最近几年才搬掉 所以现在我在里看他的信件在那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阿晋 等我去你搭公署来吃鸡肥 好 来 谢谢 谢谢 你这里是凯文九老师吗 本来他的公公是在那边卖茶水 卖了一个时期 他的那边有一个鸡蛋蛋的人不卖 他的公公就借从前来卖鸡蛋 所以他的公公是在大概二战时期就开始卖鸡蛋 卖到后来就转给他的舅舅 他的舅舅卖到整十年前的时候就给他借手 借手了他的舅舅就大概四五年前过世 做到最近两三年因为那个 公主要拿回那个店铺他去搬来这里 在这边才赚两年多 结果是他搬来这里我也不然间没有看到他 就是最近才找到 因为他就是我所讲的那个老味道 这就是老师口中的新竹鸡饭 这样老师我知道外面很多那种海南鸡饭 那这个也是好的鸡饭吗 不是这个因为他的老板是比较有性格的 所以他不要写人家讲海南鸡饭 因为他是富建人 所以他就自己叫这个叫做富建鸡饭 海南鸡饭其实开始就是只有白鸡饭 他就要叫做富建鸡饭 他就来一个白色的一个黑的 他就是故意要引用你们问他 为什么他叫富建鸡饭不叫海南鸡饭 他就会跟你讲 海南鸡饭只是这里发明的名字 因为在海南岛就没有卖这样的鸡饭 所以海南鸡饭是因为他们以前历史的背景 很多海南人来这里的时候 他们就开始做那个跟室里关系的 有些做厨师做各类的工作 所以当他们演化出鸡饭的时候 他们直接叫海南鸡饭 其实都是鸡饭 但我讲的幸福的鸡饭 其实不是在这些东西 是在这碗饭 这碗什么都没有的饭 因为鸡饭如果这些鸡 很多人都会做的 芽菜也是也不是你自己种的 为什么分别呢 我年轻的时候有一个时期 经济不是很好的 所以我每次打包鸡饭回家 我都是包三包的鸡饭 另外加一包饭 我就给我老婆跟哪个女儿一人包 然后我自己就偷偷的吃那个饭没有药 这样就省一点了 所以从那边我就发觉 这么多当里面 它的饭是最香的 我每次吃鸡饭我不会去沾 要沾什么鸡饭 我一定 第一口 我祈祷你第一口先吃饭 享受它的饭 享受那个幸福的滋味 很不一样 有类似那种鸡汤的味道 就是单单吃这个饭就够了 我觉得 为什么那时候 五六十年代开始鸡饭 会很明星起来 因为我们当时家里很少吃到鸡 一点就吃到一两次 做年做街 还有就是做年做街的时候 你们可以吃到鸡肉 那个鸡腿不是随便可以吃的 在家里有一个 有一个规矩的 就是那两个鸡腿 一个是留给爸爸式的 一个就是那个最疼的孩子 大孩子还是小孩子 最疼的孩子 就你的享受那个鸡腿 其他的孩子只是吃鸡 吃鸡腿 呼吸中 很多人在家里得不到的满足 就在外面看到有人卖鸡饭 就特别喜欢吃鸡饭 就是这个原因 鸡饭就这样开始流行鸡 他这个白蛋鸡 他已经去那个汤那边 再看过两三次了 其他的鸡饭 多数他们就在上面架子拿下来看 有时候他们鸡饭 这个他看得很好 他的鸡肉很嫩 太熟又不好吃 不够熟 你会看到鸡的它 这个就是这个菜胃 菜胃好料不好料 他菜胃也是不明的 他的菜胃啊 你可以感觉到他很多料 有些菜胃他们肉放得够 他的菜胃是没有这样好吃 这个里面有豆干 有鸡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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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鸡饭 鸡饭 鸡饭 还有鸡饭 当兵负 我吃鸡饭 饭一定要好吃 他的饭如果你吃久了 每个鸡饭我就吃了 来试试看他的汤 哇你真好喝 真的好喝 有心去煮 有些鸡饭的汤只是 放一些味情给你 你会说 你会吃鸡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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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鸡饭 因为鸡饭 有鸡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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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鸡饭 有鸡饭 有鸡饭 鸡饭 鸡饭 与鸡饭 一人都给我进去了 鸡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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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钱 都会到达鸡饭 所以我们会去鸡饭 介绍 然后鸡饭 鸡饭 鸡饭 我们吃一个鸡齿花鸡 老老师,我们刚吃完鸡饭又带我来吃鸡饭吗? 这个饭跟刚才那饭不一样 这个就看得比较白 对 没有好像那个黄黄那么多了 这档的饭呢 怎样形容 有一点卧无常人 它来的时候你看是白白 没有什么情况 不过你吃下去是很香的 而且那一档你一看就是要很香了 如果它不香你反而会被这块 因为它看了很香 不过那一档女孩子看了有一点会怕油腻 这档你就不看到油腻 不过两个都是一样香 新浪的白斩鸡 新浪的白斩鸡 我看它的菜尾这个菜尾就 给你看到很多那个菜 整块整块的生菜 有没有 生菜 嗯 这个是它的烧肉 包得很鸣 它有那个层次啊 这种烧肉是当你买的时候 你要跟它特别交代我又这样漂亮这一段吧 我的饭是纯红的味道的 我有拌蒜头 大葱 姜 和油下去 去爆它 爆它香了 我才帮你下去喝鸡汤 这么急要拍一下 拍一下就比较软一点 因为它只要硬 这个鸡胸 它会比较硬一点 你拍一下它比较软 鸡饭 除了鸡是主角 更重要的是那盘让人吃在锤里 软在心里的饭 让我深深体会到 幸福其实就是如此简单